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一集我们来讲一下LINE的官方账号2.0的版本 那怎么样把你的费用移除掉 就是你每个月本来要缴820块 840块 或者是4200块 的这个月租费 那才能够群发嘛对不对 那如果你下个月不想发了 像今天是5月31号 那明天我不想发 因为他每个月1号会开始扣款 所以你一定要在月底 比如说5月最后天31号 今天31号 那我今天就要把这个费用移除 我不要再付费了 下个月我不想要付费了 那你要记得进到你的这个电脑版 记得用电脑版哦 就是web 网页版 进来之后呢 右边这边有个设定 点这个设定 左边这边有个账务专区点进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推广方案 点击这个推广方案 目前就显示你正在使用的推广方案是 像我是高原量一个月要付4200块 那因为呢官方账号已经提供广告功能 就是你自己可以买广告 但是只限定在这个蓝色盾牌 蓝色盾牌就是认证账号 可以买广告 我要用买广告的 我把他4000块拿去买广告 我不要花在这个群发 因为群发你只能够发给现有客户嘛 现有粉丝、现有好友嘛 那如果是花在广告的话 可以去吸纳更多新的客源进来加好友 所以我要测试一下 所以我要把这个高用量把它改成降级 点击这个降级 我就不用花钱了 每个月都不用花钱 我把4000块拿去买他的广告 测试看看效果如何 所以呢 我在这边按降级 我同意 勾起来 预定变更方案就是6月1号嘛 所以今天是5月31号 我今天开始做这个变更 按变更 好 这边就已经完成了预定次月期使用 好 所以明天呢 我就会变成 应该说今天晚上12点之后 好 就会变成不用钱了 好 他就不会再扣了 那如果你这个动作呢 是在今天5月31号晚上的10点多才做这个动作的话 可能 这个降级的这个按钮就不见了 你没有办法按 因为上个月呢 有几个朋友问我说他想要降级 为什么不能降 因为太晚了 太晚了 他把你锁住了 你没有办法降级 结果他又多付了一个月的月费 好 所以呢 等一下这个影片我就上轮到YouTube去啦 如果你今天 我等一下会群发这个影片 如果你今天收到这个影片的话呢 你不想要在下个月再继续付款了 好 那你去按一下降级吧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买广告的话 我们进阶课程里面有讲 这个我就没有免费放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了 不好意思 那我们的进阶课程里面很便宜 也才卖3800块 那有问题 使用上的问题都可以用LINE的方式问我 很简单 询问对答 都可以让你马上解除你的疑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